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技术之类有一些课程 好的 谢谢Blake 那很高兴你今天做客我们节目间 因为我刚刚看了您的资料 发现您是中系舞台设计毕业的 那这个其实和化妆是不太一样的一个行业吧 那当初怎么想到转行业呢 我曾经就是有七八年的翻二的基本功 所以我当时选择了舞台设计 然后来加拿大以后呢 我觉得最接近我曾经学的专业的应该就是化妆 但是它是换了一种形式 比如说以前我是在纸上画画 现在可能就把这种方式转化为在人脸上画画 对 我自己还蛮喜欢 对我来说可能也更容易就是发挥我的特长吧 好的 谢谢Blake 那刚刚你也说了你已经成立了你自己的这个化妆工作室 叫B Makeup and Hair Studio 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工作的这些内容 以及你的业务范围 或者说你自己平时的这样一个工作日程呢 我一般就是会接一些婚礼化妆呀 然后杂志拍摄呀 还有一些模特的那些培训呀 偶尔还会给学生上一上课 教一些日常妆 party妆 那你最喜欢的在你工作当中 最喜得欢的一块是什么呢 我最喜欢应该是commercial的那种化妆吧 因为对我来说创意多一些 就是我可以发挥自己 发挥的空间更大一些 因为新娘妆呀或者上课呀 它都是有固定的一些模式跟一些基础 你需要去follow 所以creative的对我来说我最感兴趣 好的 谢谢Blake 那你刚刚说到了这个commercial的化妆啊 对你更有挑战 更具备这个创意 你能不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呢 我经常会帮模特学校做一些学生的模卡拍摄 这个拍摄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挑战的 因为它第一个妆是基础妆 就是我需要把这个人修饰的更 怎么说呢 放大他的优点 而第二个妆呢 就要求我去发挥我的创意 不是说把这个人变得更美 或者说去完善去遮瑕 而是发挥出它的特点 就是也许这个东西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美 可是它会让大家在第一时间记住这个模特的特点 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什么样的模特 你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妆容之后 它以什么样的方式让观众记住了呢 比如说我们传统意义中的漂亮 就是大眼睛 双眼皮 高鼻梁 瘦瘦的脸 我曾经接触有一个模特 他是中国典型的单凤眼 在日常化妆中 大家都希望我会把单眼皮调成双眼皮 但是这个模特 我觉得它最大的特点 跟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它的眼睛 所以我会根据它的眼睛去设计一个 就是更能展现它特点的妆容 然后当时我记得拍完这个妆以后 它就被美国还是哪边的一个模特公司给挑走了 因为可能在北美这边 就是传统意义上的美 已经不能够抓住大家的眼球 反而是更具东方独特魅力的那种美 更吸引老外的眼球 他们觉得这样才是真正的东方特点 东方美人在他们眼睛 我们的确是说有的时候会觉得 这个西方人的审美和我们中国人的审美 是特别不一样的 对对对 其实我们现在看腻了 就是大眼睛啊 高鼻梁 有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美的时候 反而更容易抓住你的眼球 对 也就是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一种高级美 好的 谢谢Black 那我们刚刚其实一直在讨论这个美啊 那作为一个化妆师你觉得什么样的美在你眼中能称之为美 那什么样的人能称之为美呢 对我来说当然就是传统意义上讲相由新生 对 首先你要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心灵 这个肯定是第一步 那其次呢 我不太喜欢把大家调的就是都一样 对对对 我觉得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长相 你都一定能发现它独特的地方 然后我记得我为了这个特意跑到韩国日本 我都去进过修 对以前我就觉得要贴很大的双眼皮 然后做很漂亮的睫毛 然后当时在那边进修的时候 对我自己震撼也蛮大的 因为老师的授课过程 就是省略了很多很多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步骤 我就问过那个老师 他跟我说 他说其实就是当你想要去遮住某一部分的瑕疵的时候 往往会让这个瑕疵更引起别人的注意 不如你放大这个人本身的美 反而会抓住别人的眼球 这是你认为的 也会有它的特点 对 所以我自己我的化妆就是最大最大的特点 也就是说别人会来找我的原因 是因为我喜欢做私人定制 我不喜欢做一样的 我希望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好的谢谢Blake 那你在这个创业的过程当中 你在做自己的studio的过程当中 我相信你也会遇到一些困难 那能不能在这里给我们讲解一下 你刚刚开始创业的时候 遇到了哪些困难呢 我刚刚开始创业的时候 首先我的背景是留学生 就是我在这边并没有很strong的social net 就是我完全需要靠自己的经验 自己慢慢慢慢一步做积累 所以在一开始我可能最难最难的就是 我没有那么多的客人 所以一开始我会帮很多做赞助 我会做sponsor 就比如说有什么活动 我都可以非常积极主动的去参与 靠这个来慢慢积攒我的人脉 对一开始我甚至可以就说 我会提供一个免费的offer 甚至一个非常就是不是很 就很容易让大家接受的offer 我希望首先你看到我做的东西以后 认可我 这是我进到这个圈的第一步 好的 谢谢Blank 那Blank你对于你自己 未来的这个发展的一个期待 或者说你studio的一个期待 是什么样的呢 我希望我可以 就是教会更多的人去化妆 不一定是当专业的化妆师 而是他们能够变得更自信 因为我认识很多女生 其实他们真的挺漂亮的 可是呢 他们并不是很在意化妆 就是化妆其实不是说 是一个修饰啊 把你变成另外一个人的过程 其实是一个让你慢慢认识自己 与众不同 慢慢发现自己 慢慢越来越自信的一个过程 这是我的理想 那就是说你将来的这个发展方向是 以教更多的学生为主 是这样子吗 那现在有教了多少学生呢 或者说 我现在我是一开始 我是从那个开始教模特开始 然后慢慢慢慢 是教模特的妆容 让他们自己绘画自己的妆容吗 也不是 就教他们一些就是面试啊 硬试啊 这些妆容 就是其实也就是基本的日常妆 然后在这个妆的基础上 如果有人愿意更高一点进修 我会教他一些party妆 因为更像party啊 或者参加某些节目啊 这种妆容要求更高一些 你需要调整一下 稍微调整一下你的眼型啊 等等等等 我目前大概教了可能有100左右的学生 这是一个很大的学生量了 对 因为有的时候我会教一些大课 我一开始的时候会教一些公开课 然后公开课呢 有一些学生就会觉得 我想学的更细致一些 对对对 然后他们就会又跟我一起学小课 我现在几乎是每一年会有 比如说两到三次 就是这个季节流行妆容的公开课 然后平时会陆陆续续安排一些日常妆容 party妆容的小课 一对一一对二 我觉得这样效果好一些 好的 谢谢布兰根大 最后一个问题啊 我们想了解一下最近的这个时尚动态 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一季的这个流行妆容呢 最近其实我们亚洲人呢 还是偏喜欢日韩的多一些 但是呢 韩国的妆容 我个人觉得有一些 就是太亚洲化了 毕竟我们就是我的客户群大部分在北美 所以我会稍微融合一些这边跟日韩的特点 我觉得日本是把日韩 日本是把北美跟亚洲人的特点结合最好的一个国家 那么今年我记得我年初的时候去日本 我大概觉得就是今年流行的方向依旧是以裸妆 就是自然妆 而且慢慢流行没有眼线 然后现在流行内眼线 就是在你拍照啊 或者自拍的时候是认为你没有化了眼线的那种妆 腮红呢是以橘色粉色 然后眼影同样也是以暖色系为主 好的 最像您今天的妆容吗 我还好 我就是化了一个简单的自然妆 然后包括眉型 现在也不太像以前一样流行传统的平美 而是更有一点点特点 有一点点弧度的眉毛会好一些 好的 好的 谢谢Blank 谢谢你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 你自己在化妆方面的心得的分享 谢谢 好 谢谢你 好 也谢谢电视机的观众朋友们收看我们本期节目 大家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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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